未来两年内,两项新的体育设施将落户蔡挫岗集选区的碧林分区 区内基层组织希望通过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满足不同年龄层居民的需求 从而将这个年轻社区打造成为更具包容性的家园 在邻里体育计划下,这片空地将兴建多用途球场、有盖篮球场、健身角落和儿童游乐场 而毗林的区域则将打造一个脚踏车公园,提供越野脚踏车赛道和训练道 我是觉得通过运动的话也可以非常增强这些小朋友之间啊 甚至是family之间一些这种帮丁,我觉得是非常对于社区的发展是非常非常有意义 国家发展部长李志生到区内进行部长社区访问,并了解了新设施的发展计划 毗林市蔡挫岗集选区的新分区,最早落成的祖屋屋林也不过七年 区内还没有购物中心或民众俱乐部 因此基层组织希望体育设施的落成能吸引不同年龄和种族的居民聚在一起 通过邻里体育计划,我们希望更多居民和一共可以组织更多体育相关的活动 这可以促进我们的社会邻居力,也可以创造一个更包容性的避邻邻里社区 议员表示,为更方便居民,区内接下来也将改善交通联通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